猫狗情仇 秀秀是一只土狗 品种很一般 但它的主人阿福非常喜欢它 因为在农村需要这么一只看门狗 只要陌生人进了院子 它就会慌慌大叫着提醒主人 秀秀,你还朝着我叫? 要知道你可是在我家出生的 秀秀,不要叫了 看来它现在只听你的话了 阿福,怎么样,这只狗不错吧 是啊,你看,有它开门,我特别放心 如果它能够抓老鼠的话,那就更完美了 抓老鼠那是猫的本领 狗要是抓老鼠,那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吗 的确是啊,昨天秀秀在厨房里追捕一只老鼠 可最后连一个老鼠毛都没有咬到 却把一罐油给打翻了 看来我们还应该养只猫 什么,你们还打算养一只猫 是啊,最近家里闹耗子闹得很厉害 不但偷吃家里的米粮,还咬坏了衣柜里的衣服 秀秀再厉害,对老鼠一点办法也没有 所以我太太想养一只猫来对付那些老鼠 是这样啊,前一段时间我邻居家的母猫 刚生下几只小猫 你们想养猫的话可以去找它要一只 阿福,我们去要一只养着吧 嗯,好的 就这样,阿福夫妻俩要来了一只小猫 并且给它取名叫咪咪 阿福,你们这是从哪里要来的小猫啊 刚和别人要的,家里不是闹耗子嘛 所以想要养一只猫来抓的 啊,你们要养猫 你们家里不是已经养了一只狗了吗 可是狗又不能抓老鼠啊 那只狗你们不打算养了吗 养啊,为什么不养 你们不知道,猫和狗前世是冤家 不能养在一个屋檐下啊 猫吃腥,狗啃骨头,各有所爱 不存在真实的矛盾 猫捉老鼠,狗看家护院,各司其职 工作上也不存在冲突 怎么会不能一起养呢 不信的话,你养养试试看就知道了 出乎意料的是 秀秀和咪咪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 一起在院子里追逐嬉闹 一起钻进阿福夫妻俩的怀里撒娇 两个小家伙可真调皮啊 是啊,他俩的感情可真好 看来所谓猫和狗前世是冤家的说法 纯属以讹传讹的谎言 嗯 然而很快,秀秀和咪咪之前的友情便出现裂痕 那是一天中午,咪咪正熟睡着 他一边睡一边从喉咙里发出咕噜噜咕噜噜的声响 这是猫心情特别好时的一种生理反应 俗称猫念佛 咪咪真的长大了,都会猫念佛了 是啊,你发现没有,我们家里好久都没闹耗子了 这都是咪咪的功劳 看来抓耗子还得靠咪咪 秀秀是做不了这种事情的 这时,秀秀看到阿福他们正看着自己 于是摇着尾巴跑了过来 可是当他走近后突然愣了一下 然后警觉地看着葡团上睡觉的咪咪 狗生气的时候,喉咙深处就会发出类似猫念佛这样的声响 对于狗来说,这种声音是刻读的诅证 是进攻的前奏 秀秀把咪咪的呼噜声误解为是他对自己的严重挑衅 咦,秀秀这是要干什么呀 你神经病啊,干什么要吵醒我啊 我没惹你,你干嘛要诅咒我 秀秀,走开,赶快到院子里去 秀秀狠狠地看了咪咪一眼 极不情愿地离开屋子 而咪咪也愤怒地看着秀秀 他俩看来是不能待在一起了 这不过是次意外罢了 整天在一起哪能不闹别扭啊 他俩之前玩得那么好 我想很快就会和好的 然而,阿福这次说错了 秀秀和咪咪的矛盾越来越深 先是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 到最后直接演变成了战斗 他俩从房间打到院子 从白天打到夜里 家里已然成了他们的战场 看来猫狗不能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说法 是有一定道理的 秀秀和咪咪我们只能养一个 哎,这段时间真让他俩吵得不得安宁 是得送走一个了 我看明天就把咪咪送人吧 为什么要送走咪咪啊 家里要是没有了猫 那又得闹耗子 我看还是把秀秀送走吧 那怎么行 秀秀还得留着看家护院呢 更何况他肚子里已经怀了小狗 这个时候怎么能把他赶走呢 那总不能让他俩这么闹腾下去吧 我看这样好了 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就关上房门和窗户 让咪咪到不了院子 秀秀进不了屋子 他俩遇不着不就没事了 嗯,暂时也只能先这样了 然而正因为阿福的这个决定 差点让咪咪丢掉性命 好大胆的老鼠 竟然敢大白天跑出来 可恶的老鼠 看你往哪里逃 还想跑 你跑不掉的 求胜心切的咪咪 奋不顾身地朝水缸老鼠扑去 咪咪一个没停稳 便掉进了水缸里 那水缸里盛着大半缸水 咪咪在里面跳也跳不出来 爬也爬不上来 只能发出一阵阵惨烈的呼救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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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什么事情了 笑笑急忙寻声来到了窗边 然后立起身子 用前爪扒着窗台 朝屋里看去 她一眼看到了水缸里水花四溅 咪咪的惨叫 就是从那里面传来的 哎呀 不好 咪咪不会是掉进水缸里了吧 门被关上了 这可怎么办呢 不行 得赶快去找主人 为了救叠落水缸里的咪咪 临近分娩的秀秀 挺着大肚子 飞快地跑到田边 寻求自己主人的帮助 秀秀 他怎么跑来了 是啊 他还怀着身孕呢 怎么能跑得这么快啊 秀秀 你要干什么呀 难道你不知道 现在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吗 秀秀 难道家里出事了 看来家里真的出事了 我们快回去 说着 两人跟着秀秀 飞快地朝家里跑去 多亏阿福及时赶回家 才将咪咪 从水缸里捞了出来 但他已灌了一肚子水 奄奄欲洗 不过最终 还是将他从死神手里 夺了回来 谢天谢地 他终于醒了 多亏我们赶回来得及时 要是再晚一会儿 咪咪他可就真没命了 是啊 咪咪 你真得感谢秀秀 要不是他及时赶到 你可就死定了 或许是秀秀跑得太累太猛 当天晚上 他就生下了三只小狗 比预产期提前了好几天 不过幸运的是母子平安 三个小家伙和秀秀都挺能吃 看起来不会有事的 那就好 咪咪 你看秀秀为了你 累得都早产了 你以后可一定要报答他 一周后 连续下了几天大雨 村外河水水位暴涨 为了抗洪水 村子里的人都来到了河边 进行抗洪抢险 可即便这样 村子里低洼的地方 也开始积水 阿福家院子里的水 越来越高 主人不是去抗洪了吗 怎么院子里的水 越来越多啊 这样下去会流进屋里的 突然 咪咪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 朝院子里的狗窝看去 只见秀秀站在狗窝外 紧张地看着一点点升高的积水 狗窝里三只小狗在里面熟睡着 而秀秀焦急地围着狗窝转来转去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水马上就要淹过来了 这下该如何处理呢 这积水对秀秀来说够不成威胁 但对于他那三只 刚刚睁开眼睛还不会走路的小孩来说 却是灭顶之灾 毕竟母狗不像母猫 能轻轻叼起幼崽 爬树翻墙 躲到高一点的地方 秀秀在干什么啊 你赶紧把孩子转移走啊 要不然一会儿可就被水淹了 院子里的秀秀也四下打亮着 屋内的房门紧闭 只有较高地方的一扇窗户开着 怎么办呢 把小孩送到哪里好啊 哎 你还愣着做什么 赶快把孩子转移走啊 到处都是水 该我哪里转移啊 把他们交给我吧 好的 那就拜托你了 咪咪飞快地叼起一只小狗 然后敏捷地顺着窗台 从那扇打开的窗户 跳了进去 就这样咪咪将那一只只小狗转移到了屋内 咪咪 谢谢你 都说猫狗是前世冤家 不能养在同一屋檐下 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习性不同 只要真心相处 即便是猫狗也会互通情感 结下很好地友谊的啊 谢谢你